女排吸败巴西李盈莹,表现,霍郎平肯定00后主攻,不希望拖大家后腿中国女排,2-3巴西与巴西女排之战,00后主攻李盈莹在比赛第二局17-22中国队落后时,她替补登场并打满随后比赛,得到12分,此前李盈莹曾在中国澳门战比赛中被郎平点名批评,不过昨晚李盈莹的表现比较稳定, 郎平也表示还会给李盈莹表现的机会,18岁的李盈莹虽然在联赛中威风大面,但在国家对她还是新人,还在逐渐适应节奏,李盈莹赛后说,前段时间自己失误很多,最近也是努力提高自己,不希望拖大家的后腿,今天有些环节没有做好,但是心态还是比较好,澳门战之后,李盈莹坐了将近两周的冷板凳, 期间也与郎平有过交流,并苦练异传,从与巴西女排之战的表现来看,年轻是李盈莹最大的资本,多个技术环节依然有提升的空间,其实李盈莹的技战术打法与天津女排的技战术体系有很大关系, 现在培养出来的另外一位00后,朱公王一主也很少参与遗传,不过在国家对必须要适应,因为即便是朱婷也是要接遗传的,李盈莹其实目前中国女排最需要改善的环节是二传和接应两个位置, 丁霞近期表现不及去年,天津女排二传姚笔和朱婷的配合,明显不在一条线上,两个接应杨芳旭和龚翔宇与世界顶级接应差距较大, 特别是年轻的龚翔宇,与李约时期相比计,战术都有些停滞不前,两人一个四分一个三分,这样的得分能力对于接应来说,实在有点惨不忍睹, 如今中国女排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,在遇到强队时,除了朱婷谁能站出来分担下,女排需要的是雪中送炭,而不是锦上添花,年轻的姑娘们有太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了, 郎平也指出队伍的自身失误还是比较多,像坐过山车一样,朱婷今晚,中国女排将迎战俄罗斯女排,历史上两队在国际大赛中交手58次,中国女排赢了28次,最近6次交手获胜5次,昨晚江门战,俄罗斯女排0-3不敌美国。